Hello 大家好 就說一下要守時 一定要守時 為什麼呢 因為 嗯 我們先親人才先不說 親人的話 對你的容忍力度肯定是大很多 你怎樣都行 基本上 尤其是父母 你吃飯晚一個小時 他也不會說什麼 但是呢 朋友的容忍度就沒那麼大了 那麼 更別提 工作上的關係的容忍度 那就更非常小了 可能這些容忍度都在 15分鐘以內 超過15分鐘就有點過分了 但是呢 千萬不要以為15分鐘就是正常 我們要 做人要有信 你如果說兩點見面 那你就要兩點見面 不然你說兩點幹嘛呢 那你說兩點15就可以了 嗯 你可能會說 那我就遲到個三五分鐘 或是遲到個十來分鐘又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嗎 有人能做到 有人能做到每次約會都守時 但你為什麼做不到呢 其實哈 你仔細回想起你每次遲到 你就知道 你有能力準時的 不是你沒能力準時 不是什麼 你無法做到的事情 你可以 只是你就是不重視 無所謂 所以你才會遲到個十來分鐘 遲到個幾分鐘 每次都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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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呢要守信 人無信而不利 所以最起碼我們在守信 守時這方面 其實守時它屬於守信的一部分 那我們 在與人交往的時候 我們自己要做一個榜樣 我們 自己要做到守時 你最起碼你守時 別人才會相信你守信 你連守時都做不到 你還有什麼信用可談呢 那你說如果你就是 習慣性遲到十分鐘 那你以後你與人約會的時候 你就說 比如你跟人約六點 那你就說六點十分 你不要說六點 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它不是一件小事 我 我自黑一下 我原來就是 守時後來我被 我被人帶壞了 我變得不守時了 就是比如說 約六點 我可能就是六點零五 六點零八那樣過去 但是我原來是守時的 我高中的時候非常守時 幾點就是幾點 然後 但是我不守時我知道 我雖然遲到了 別人也容忍我了 然後呢 別人也遲到 但我知道 我自己心裏虧的話 我知道 我不是做不到那個正常點去 所以呢 從這裡就知道 我現在的話 比如說今天 我跟他們說我六點到 我六點到 學校圖書館 結果我就是六點到的 可能還早了一分鐘 應該就是六點到的 所以 就是可以做到 完全可以做到 而且我今天去的時候 我們外面的雪 有這麼深 就是 差不多有 三十五厘米深的個雪 而且還在下著大雪 但是我依然可以準時到 所以我相信你們呢 也可以準時到的 就是哪怕我覺得 我今天準時不了的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半夜去呢 我就提前五個小時到 我也不遲到 就首先自己做一個榜樣 才能夠帶動別人守時 在這個世界上 信用非常寶貴了 現在信用都可以拿錢 都可以當錢 永遠比錢還重要的東西 在這個事情上 你一定要 要愛自己 你不要在這個地方糟蹋自己 說幾點就是幾點 朋友之間要有信 對家人也要守信 不要不在意這些小事 別人的恩要報 別人的仇不能寄 加油 想念 能不能把錢彈 再用分明 等到一刻